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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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好啊!大家好! Demeloo姐 5月3日 新尖地教堂 今天作為一個教堂的節目 當然要講一些宗教的東西 這個題目其實我也想講很久 不過呢 就一定會引來很多宗教人士的 可能有人在詛咒我 不過就算了 就是宗教市場學 或者叫宗教經濟學 或者叫宗教法大財學 總之跟宗教有關 OK? 首先要講 在人類歷史上有幾個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宗教走出來 最主要都是佛教 就是宗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 首先要講一個宗教 如何成為一個普世價值 第一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一定要有神跡 我們有耶穌的神跡 我們有蓮花生大師的神跡 有釋迦茅尼的神跡 有穆罕密德的神跡 一定要有神跡 沒有神跡就搞不定 第二就是要很無恥地以人化 譬如你說四面神 樊天是四面神 觀世音菩薩 但是菩薩也將它以人化 其實我經常都不太明白 菩薩是一個中國華人的女性 或是漢人的女性 其實菩薩只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源自於印度教 如果這個概念是以人化的話 菩薩應該是一個印度人 因為莫說是男或是女 其實應該聽說 你追上去的源頭 菩薩這個概念 在印度教裡面其實是兩兄弟 就算是怎樣也好 你走到來中國那裡 你不是印度人有什麼膚色或者樣子 你都是男人或是男仔 你做一個女人的 那就是印度教 四面神也是 那就是梵天 梵天也是一個概念 但是你不可以在一個宗教裡面 只有一個概念 你不可以敬拜一個概念 但是你敬拜一個人 就好像比較適合 所以一定要以人化 第三件事就是要本土化 正如說 耶穌是鬼佬來的 真的不太適合 但菩薩不同 菩薩是中國人來的 OK啦 適合 印度教那些不是像 那就是動物來的 不可以 那一定要本土化 有幾個過程之後 那就是宗教才可以變成 你和我心目中的普世價值 那為什麼要說宗教市場學呢 就是因為近來在香港有個案子 刑事風化案呢 有幾有趣 那就是呢 四川有一間寺院 也挺大間 那個好像是副寺院 叫什麼副CEO 就是和尚來的 那就是偷食 就偷食 誰知道是被人捉黃腳雞 一定是被人佬屈的了 那女人就說呢 她的老公知道了 她的老公說 哎 哎 和尚你吃了我老婆 那就屈她幾球 那和尚 哇 原來有這樣的 被人知道了 就給了幾百萬出來 然後 然後 看見和尚你 很順滩 然後再屈 拍完片 又成 好像再屈 就因為她老婆又找了和尚 和尚又吃 然後呢 再屈到她 好像五百萬了 第二次 那和尚不敢報警 到最後發覺 她說給五百萬就拿回片 拿回照片 這樣 不行 然後就報警了 問題就是 為什麼和尚這麼有錢呢 給了幾次 好像兩次 還是三次 每次都過百萬 二、三百萬 這樣給 你都很有錢 所以我想一下 尤其是六湖精舍 原來在大嶼山裡 一間荒廢了的廟 幾千萬生意 牽涉很多財富效應 所以激了我今天要講宗教市場學 好了 講到宗教市場學 一定會有一個混淆 一個混淆的概念 就是 宗教究竟 是不是旅遊來的呢 確實是 你看到中國 譬如是黃金洲 很多旅遊景點 都是以寺廟 宗教 行頭的 即是去那裡 有人有間廟 再去那裡 都是那間廟 拍照 打卡 宗教和旅遊 其實到現在這個世代 已經是物不可分 不單是中國 去外國也是 譬如我們去 去英國 去那些church 去歐洲 那些church 是嘩嘩聲的 拍照 你信不信耶穌也好 所以宗教旅遊 其實已經相對比較含糊 那你想研究中國的宗教 其實中國是定期 定期 不是每年 每幾年會出過 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 不說不知 2017年9月 中國有33,500間寺廟 33,500間寺廟 平均寺廟 每年的門票收入 是二至到三千萬 平均 有些字免很大間 有些字免很難說 都爛了 那些 平均都二至到三千萬 其實都很厲害 我們只是說門票收入 門票收入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全部 你們那些叫添香油 那些錢全部都在廟 和尚應該是沒得收的 和尚應該沒得收 因為 根據佛經講到明 曾人不得施速金銀 即是不能碰到錢 亦都不能管有錢 沒有的 所以你添香油 那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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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有很多 其實 中國有很多這些 定期出的 對於寺廟的報告 那在佛經裡面 其實一早已經講 我最主要的宗教是講佛教 先 因為他是比較近的一個宗教 我懶得說 伊斯蘭教 或者基督教 天主教 新教 那些都在講佛教 其實佛教一早講 經文也講 就是淺生淺 淺又生淺這個概念 是整個佛教的財政管理制度 淺生淺 他一早已經是 跟我們現在炒股票一樣 拿著本 賺了些錢 跟著借孖展 再炒大一點 淺生淺是佛教 原來一早是一個概念 不是新的 去到南北朝的時候 中國的寺廟 已經有一個金融組織 在廟裡面 金融組織 不是在銀行裡面 是一個金融組織 叫智庫 智就是抵押 一個人智的智 智庫 做一些抵押 放貸的業務 因為很多拜神 都是一些農民 或者貧府階層 有時候有些錢周轉 我拿些地 拿些耕田 去做抵押品 那個寺廟就會 賺錢給我 OK 對於那個寺廟 這也是和佛經 吻合的 因為可以幫助更多人 可以普道眾生 也是知恩圖布 因為你 這麼多年都添香油給我 你現在 有爛了 要錢周轉 女兒要嫁了 拿一塊地 我就幫他做抵押 我把錢給你 都是知恩圖布 普道眾生 去到唐代 智庫就變成一個 無盡床的機構 改了個名字 去到宋朝的時候 更加 叫做長生庫 長生庫 整個佛的理念就是長生 無常 金融組織 改了個更加貼合的名字 叫做長生庫 現狀來說 中國的很正規 中國的寺廟 有三個收錢的門徑 第一個剛剛說的 添香油 香油錢 第二個就是門票 寺廟本身 很多中國的寺廟本身 是沒有收門票費的 即是你進去大嶼山的大紅寶殿 大紅寶殿除了香油之外 沒有收門票的 中國這幾年都完全不收門票 但是為什麼會有門票 五個黃金周的時候 收幾百元呢 那個叫做警區費 因為廟不只是一間廟 旁邊有些公園 有些卡的東西 你進去公園 裡面的廟 公園就要給警區費 那警區費誰收呢 沒有任何的統計 也沒有任何的資料 可能廟人也收少少 也可能收多多 另一部分應該是當地政府 所以就有警區費 沒有人吵 就說入廟 我入廟拜神 添香油而已 為什麼 那間廟都沒有收我錢 為什麼進去那條路 也要收我錢 就是這些 不只是廟要收 就是當地市政府要收 第三樣東西 就是做法事 就是幫人做法事 這也是一個挺好的收入來源 OK 好了 一間寺廟 有什麼開銷呢 它很漂亮的 第三樣東西 日常營運 叫做弘陽佛法 日常營運是什麼呢 就是一間廟 那你也有 叫什麼 有 燈油火立的嘛 你要開冷氣的嘛 你要找人拖地 那那個日常營運 就叫做弘陽佛法 你不開燈 沒有冷氣 那些人不進來 那你弘陽佛法的 所以日常營運呢 就是弘陽佛法的 那中國政府呢 就是 以紙養紙的 即是你的紙你自己搞定 OK 你的紙自己搞定 你那個 你的收入和開銷 你不要問我拿了 除了一樣東西 你的紙 如果是一個文物呢 你才可以 文物你又要修緝啊 你又要維護啊 那你就可以問政府拿錢的 如果不是呢 你就要以紙養紙 是中國 基本的 宗教政策來的 你不夠香油 你不要問我拿 所以 即是紙就最好了 就不像地方政府那樣 就有十幾幾十萬億的洞 它是沒有的 它以紙養之救養自己的 第二個 寺廟的開支呢 就是剛剛說 維護 就叫做 莊嚴道場 你這間紙 脫皮脫骨 的道場 又流水又成的 不夠莊嚴嘛 這樣就不行 所以就叫莊嚴道場 就是其實維護和收緝的費用 剛剛說的 除非你這間廟 列為一個古董級 文物級 政府就可能會給你錢 如果不是呢 你搞定 但不用 不要緊的 如果你作為一個文物級的紙 你的香油 真的多到不得了 一到黃金周 那些人都排隊 給你錢 所以你都不用問政府拿 所以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養這些寺廟是最好的 最沒有後患的 他不會問你拿錢 還可以問他拿錢 OK 第三件事就是慈善捐款 就是利益社會 所以就是 弘揚佛法 莊嚴道場 和利益社會 三件事就是 一間寺廟的開笑 慈善捐款當然就是說 有些什麼捐款 很簡單 香港都有 捐口罩 那些什麼 都是開銷 好了 這些剛剛說的 都是一個很practical的 一間寺廟的營運 但是 這個營運 賺到錢 但是不能發大財 是不是 我們要發大財 我們宗教發大財 現在已經是 這幾年已經找到一個很大的突破口 以前去拜神的 都是上了年紀的 你媽媽你爸爸這樣 拜神 兒子學業進步 媳婦年生季子 都是這些 你添的香油 你在門口那裏求個簽 有限數 所以現在中國的寺廟 其實全世界 用寺廟只是方便我說的 其實全世界的宗教都是 就是要打年青人的市場 是要年青化了 不是說阿婆阿嬸才來拜神 年輕人都去拜神 因為年輕人花得起錢 拜完神之後 我怎樣使你花錢呢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題目 宗教經濟學這件事 OK 市場學 Marketing 在國內來說 就是 上學上班 就不如上鄉 上學沒有用的 上班沒有用的 你不如 撞到住鄉 保佑你 那你又時事順境 你必須上學嗎 撞到兩住鄉 老闆加你人工 你必須上班嗎 上學上班 就不如上鄉 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寺廟本身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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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clear cut的 現在 即是這間廟 補財的 這間 補姻緣的 這間 補姻緣的 補子的 這間in general 甚麼都有的 現在都列好了 你一個黃金周 你求完財的 當然是想年生季子 就去這間 一條路線圖給你 網紅產品 手 即是那些 佛珠 掛一些 佛牌 掛一些 背囊 那些 叮叮噔噔噔的 那些東西 那 有宗教性質的 一些景點功能 即是 例如你說是 穿那些cosplay 那些東西 扮這個 扮和尚去拍照 收你五百元一次 西藏最流行 扮一些藏族的人 有個宗教的性質 配合景點的功能 就有很多這些 周邊的IP 的遊戲 生意 可以找到回來 當然你說到 宗教 經濟 市場 這東西最厲害 最開頭的 一定是一九八幾年的 松山少林寺 因為那時候 松山少林寺 基本上是窮到窮的 那些和尚真是吃粥的 當然現在 就全部是大魚大肉 吃串燒 又成 那八幾年的 松山少林寺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就是電影 李連傑一出 少林寺 李連傑 就變成了 整個宗教的IP 當然他跟著 松山少林寺 轉了CEO之後 他簡直是開了一間公司 少林寺這三個字 開了一間公司 有些IP授權 即是你要拍戲 拍電影 拍電視 你要用到少林寺 你要給錢我 那就又收一件 然後李連傑打響了之後 那時候說李連傑 因為幫少林寺度過難關 少林寺好像說 送了十顆天珠 每顆值一億 雖然我不是很順 但據聞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不值一億 那時候哪有錢買天珠 李連傑 你一出少林寺 搞到我們發大財 那些天珠 你拿去 然後就很多 因為有李連傑 那時候很小 李連傑 十幾二十歲 跟他老婆 黃秋燕 拍了少林寺之後 就很多年輕人 慕名 蓋少林寺 學藝 這也是來源 然後少林寺也是打蛇 隨棍上 做一個少林武術隊 叫做武爭團 巡迴國內演出 一路打一路成這樣 又收門票 有商標 其實少林寺現在是一個商業旺角 很大 很多錢 武爭團 有 有少林選秀 即是綜藝節目都搞了 有電子商務 原來少林寺 前幾年搞了九千九百九十元的電子版的少林武術秘席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你上網買 然後你就學了金鐘罩鐵布衣 少林寺已經變成一個很成功的宗教IP 他說不關宗教的事 因為是武功 來來去去都是圍著少林寺的武功 所以是武功 不是宗教 但是你沒有宗教背景 你又哪有這個 不成事的 不如你這樣搞 不如成家班 不如在銅鑼灣 旺角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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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尖那些 都是搞出來的 但你有少林寺的牌頭就不同了 OK 也有很多的 做了很多資料 那這個 玉佛寺也是 玉佛寺也是 開拓的另一條門路 2005年的時候 就和上海交通大學合作 搞了個 MBA課程 MBA課程 你讀的MBA收學費 那間 玉佛寺有錢收的 MBA課程 是讀什麼呢 管理的寺廟 你說厲害嗎 我覺得真是沒得頂 以前 認知的爭女 是化園的 什麼錢都給人家 化園 那些小成佛教 我不是說宗教 那些小成佛教 化園就是人家給什麼 你吃什麼 給錢你你不要得 剛才說過 和尚是不能碰錢的 化園 那現在不是 MBA也在這裡讀 MBA讀完之後 有些廟就覺得 嘩 我們好像很商業化 現在大陸的廟 就做一些 類似這些化園的課程 有幾十個學生在讀 苦行爭 被人拍照 這些都是讀完MBA課程之後 西方的市場 就玩得大了 不要被人看到這麼商業化 我一部分 是苦行爭來的 所以我的廟 我的寺院 真是厲害的 不是那些 搭出來 然後收錢 割韭菜 然後這個浴佛寺 看到MBA課程 很賣得 就和華東的師範大學 搞一個宗教文化班 宗教文化班 你是要付錢的 不是不用錢的 包括宗教 文化 你學的課程 有三大範 文化 宗教 和商業 他一告訴你 我很成功 我想教你 好像我這麼成功 我想我整個班 和大學 夾粉整個班 大家一起玩 開開心心 這間浴佛寺又有料到 接著呢 北京的浴佛寺 接著又建了一個 各群大學 大學生創業基金 嘩 真是有料到 你怎會猜到 喂 這些創業的錢從哪裏來的 是一間廟 那裏來的 是一間紙那裏來的 最適合這個 各群大學的 大學生的創業基金 就是提拔了一間 我現在很熟悉的公司 就叫餓鳥摩 這樣來的 創始基金 餓鳥摩 有一千萬 是那裏來的 非常之成功 你猜不到一間寺廟 原來現在可以玩這麼多 現在當然也有互聯網 其實少林寺很早 搞互聯網的事情 他的金剛經 一早在互聯網 就上去 不是 做光碟 賣了很多 互聯網有些什麼呢 佛教在線 有周公在線 解夢 周公在線 有網上講經 有心理諮詢 這些很基本的 但很多都在做 大廟都在做 你讀MBA 告訴你 這些已經是 不是南海 大家都在做 所以 剛才說 佛教在線之後 每個人都有佛教在線 每個人都有心理諮詢 要做些更厲害 另類些 周公在線 解夢 現在當然越來越多 有很多 拜山 你可以上網拜山 廟幫你搞 有燒衣 甚麼都有 製造 全部都在一起 網上看相 也可以 全部幫你搞定 近期 這兩年流行 電子木語 即是當 木語 嘟嘟嘟嘟嘟 那些木語 嘟嘟嘟 那些木語 嘟嘟嘟 當遊戲 玩 你嘟一下 你下載APP 不用錢 按按按按 嘟嘟嘟 一點 嘟一下 就一下功德 那你有時不空 你怎樣 喂 可以的 付錢就行了 付錢就行了 付錢有這個 自動積音 積功德的功能 你付錢一百元一個月 他自動幫你 那你說我不想要木語 我不想要 嘟嘟嘟嘟嘟嘟嘟的聲 我要嘟嘟嘟嘟嘟的聲 可以的 付錢 可以換木語的聲 付錢 可以換木語的顏色 大小 加金邊都可以 付錢就行了 所以現在有一個電子木語 亦都進而有這個 3D的鑽經筒 你知道藏傳佛教 鑽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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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唸一次經 那你網上都可以下載 3D鑽經筒 要是你按按按按 一直按一邊轉 嘩 按到手軟 你付錢去自動幫你轉 即音 即功得 有3D佛珠 佛珠 佛珠要轉 佛珠要轉 轉到手軟 下載我的app 一路按一路轉 按到手軟 付錢我幫你轉 又是可以賺很多錢 OK 有一間廟更厲害 又是北京的龍泉寺 又是厲害 有這個AI和尚機械人 你一回到家 你不是開冷氣 不是開電視 機械人就走過來 跟他念幾轉經 將你那天的聚業 清一清 這個又是Sharp 這樣也想得到 真是厲害 因為他只是一台機械人 製造一個機械人 製造一個袈裟 一開門 他就衝過來跟他念經 你睡前還可以跟他念十次 現在也開始流行 廟 寺廟 為了吸引更多的年青人 就招聘年青人 以前只是和尚在廟裏做事 現在不是 這些年青人是不會做和尚的 那麼修行 很刻苦的 那 就 簡直是請你回來 廟裏做 不要以為是開玩笑 很多人應徵 去廟裏做 因為很賺錢的 是吧 一下子不小心 喂 我類似了自己的IP 就是我在那裏做義工的一間廟 突然之間有些人說 我掃地的時候 閃閃發光 嘩 我對著你掃地 掃完地之後 你回家之後 中了兩條六合彩 我變了財神 嘩 那些錢 很多人應徵他做的 義工很多人做的 大陸在廟裏做義工 短時貧 也是 尤其是少林也是贏了這次 小孩子 尼莎 沙尼 小沙尼 小孩子打功夫是最好看的 李廉杰 那時候也算是大了 十幾歲 幾歲的打功夫 拍短視頻 大貨 又做得 是吧 你打過功夫 跟著跟他說 我喝建力寶 建力寶大賣 又行 真是有人在做 所以現在宗教已經是 是一個business來的了 是一門商業來的了 不要小看他 真的 如果有些親戚說 你畢業之後打算做什麼 打算做和尚 你真是恭喜他 另一個朋友說 你畢業之後做什麼 我打算做醫生 你去吃黑食 做和尚 比做醫生 所以現在其實每間廟 都有自己的ID 有自己的IP 有自己的定位 很好 那些產品五花八門都有 那IP的開發 也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佛教 他自己有一個語言的系統 心經啊 咒語啊 那些什麼 這些 有一個符號價值 在這裡 完成了 全部都是一些 unit的IP 來的 般若波羅咪啊 那些就是IP 來的了 我弄斷手鏈 弄個牌 弄個瓷石 弄個圍錦 弄個圍錦 弄個T恤 全部都有那些心經 金剛經 在這裡 這些就是IP 這些也是玩得很盡 大悲咒 小悲咒 什麼悲咒 全部都齊了 有什麼 當然最厲害的就是手鏈 手機殼 怪車的裝飾 有齊了 你要什麼 我做什麼出來 都可以 OK 這些IP 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不可以這麼商業化 你不要說 我的手機殼 買了之後 完成了 中六合彩 中九次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用這個買的 原來 是請的 請就厲害很多 你的手機殼 在哪裡買的 我沒有買過手機殼 我請回來 在廟裡 請回來 99999 包中五條六合彩 請的 開肛 開肛 這條鏈多好 顏色很潤 當然了 開了肛 你怎麼知道開肛 可能下油炸 用水滾 總之開了肛 這些就是了 再加一點 廟裡的裝修 或者產品 亦都是有些的禪意 禪 即是被人打卡拍照 那些空中的燈光效果 就可以了 一定有些禪意 做的產品 食物 你的打卡位 有尋常 尋常 中國人 全球人都有 我沒有雖然 我有信養 這是沒 Ceci 但是我信是有信仰的 這句是為什麼呢? 我本身沒有信仰,我不是信法,我不是信耶穌 我什麼都不是信仰,我沒有時間 我也不知道怎麼選擇 我直都不知道怎麼選擇 如果是宗教經濟學來說 你不懂得選擇,你應該全部選擇 因為你cost and benefit effect 全部選擇,一個是對的 你都上天堂 你全部不選擇,你死去落地獄 你一個都沒有信 但是你全部選擇 你的cost 是什麼呢? 你拜神,你又要祈禱 你又要念經 這些是你在人世間裡 相信所有神佛的成本 但是你死了其中一個鐘 你就上天堂 上天堂是unlimited happiness 無限的快樂 人世間你拜了所有神的成本是有限 但是你死了之後你是無限的 benefit 所以你應該是相信所有的 這個是宗教經濟學 我們講宗教商業學 大家都清楚 現代人沒有信仰 不知道信什麼 但是那些現代人相信是有信仰 你就抓住這個現代人的point 就一直追上去 OK 怎樣追上去呢? 剛剛講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那個寺廟的positioning 很強 就是我這個是求財 一個是求恩怨 一個是求子 一個是求求求 求這個也不一樣 總有一件事 你拍中這些沒有信仰 但是信有信仰的人 他就會自動走過去 走在這間之後呢 他就會不停地 連連地 比你老闆出糧給你 每個月出糧給你 OK 所以現在中國裏面的寺廟 正在玩這個情緒價值 在玩這個情緒價值 OK 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這個情緒價值 在體現出來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抖音 就是抖音 那你會見到抖音裡面 其實有很多片 都是不小心地 滲了一些 宗教的思想出來 聽下去 我們看起來好像 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女 鈍悟了很多東西 好像有些了道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就是剛剛說 大家都知道 你沒有信仰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 你是相信有信仰 我就用抖音告訴你 你不需要有信仰 但是你只要相信有信仰 我就是你要的東西 抖音很多人在做這些事 不是刻意去做這件事 而是不刻意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抖音裡面 有很多人死心塌地 哇 他帶的貨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我都好像供佛一樣 一直供給你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沒有信仰 但是相信 有信仰 這些人 所以有很多東西玩的 如果你玩宗教的話 當然你更高級的 你變成一個活佛 你碰那些 什麼龍王 什麼龍王 喂 真的碰那些 錢收到你 建廟 建商業大廈 買地 全部都可以 所以宗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商業的團體 不單止是佛教 天主教更加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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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懂得做的就是伊斯蘭教 最不懂得做的 經常叫人拜 一天拜三次 你弄一些app出來 或者弄一些要錢買的回來 買了之後就可以拜少一次 那就可以了 那你說那些人信不信的 那你剛剛說 就是這些情緒價值而已 那你跟他說 買一件東西 你是拜小次的 誰跟我說的 這件東西不是我做出來的 這件東西是某某 某某最大法力 最大功德的法師 幾百年前說 如果有這件東西 你就可以拜小次了 這件東西我有了 現在一百幾十萬 你買了之後 你每天拜小次 你照拜拜多次 這樣 要這樣玩 發大財真的靠宗教 但是新興的宗教 很難做的 沒有新的宗教 現在來來去去 都有幾個宗教 就是全人類 來來去去 最大都有幾個 如果你建立一個新的宗教 像韓國那樣 邪教你新做出來的話 就是告訴人家 那些人 但是你一定要有神跡 但是神跡現在 網上世界 這麼發達 神跡我覺得都很容易搞 所以我想 遲些都搞一些 新天地教堂 都變成一個 一個法定宗教 等你們慢慢供奉 拜拜 拜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援不保證 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RECA Finance RECA Finance RECA